前几天一条来自美国的新闻引起大家的关注 这条新闻是美国国防部导弹防御局5月30号发表的 声明说美军首次洲际弹道导弹拦截测试获得成功意义中大 美方甚至说这是美国发展陆基中段防御系统以来的所谓重要里程碑 我们知道由于美国选择反导试验的时机正处于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之际 外界纷纷猜测美国此时进行盘导试验弹真实目的 不过令人玩味的是虽然美国方面表示这次试验可以用完美的无以复加来描述 但是美国的这次导弹拦截试验却备受外界质疑 俄罗斯方面表示美国此次洲际弹道拦截的情况过于简单 放到复杂战场上根本没什么用 就连美国的盟友韩国也在国内媒体上刊文声称 美国导弹防御局没有公开具体试验条件或资料 这一次试验有理由怀疑是在可控条件下实现了结果 并不能算是完全的成功 还有专家做出了更为尖锐的评论 认为此次美国用于拦截洲际导弹的陆基中段防御系统 简直就是在作弊 因为在试验前美方就知道把弹核实从核地发射 以及导弹的预期注入和轨迹 而实际攻击中 这些详细信息是绝对不可能预先知道 5月30日 美国国防部导弹防御局对外宣称 美军的陆基中段反导防御系统取得了 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成果 洲际导弹拦截试验成功 美军的陆基中段反导防御系统 从2004年开始部署 迄今为止 共在加利福尼亚州 范登堡空军基地和阿拉斯加州 格里利宝部署了36枚地基拦截弹 与美国大多数武器定型之后交付部队不同 美国的陆基中段反导防御系统 采用了边试验边部署的路线 目的是让美国尽快拥有洲际导弹防御能力 然而自1999年以来 在18次拦截试验中仅取得9次成功 成功率50% 2013年和2014年还出现了连续的失败 这样的表现 让美军的陆基中段反导防御系统一直饱受质疑 美国洛杉矶时报2016年曾刊文称 五角大楼已记录了陆基中段反导防御系统的严重缺陷 其他政府机构和独立专家也持类似的观点 2016年2月出台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美军的陆基中段反导防御系统在测试中的表现 一直不足以证实它是一种实用的导弹防御系统 而对于美国此次的导弹拦截试验 更为尖锐的评论甚至指出 使用一直不被信任的美军陆基中段反导防御系统完成的导弹拦截测试 简直就是在作弊 因为显然这是一次在试验前就知道 把弹核实从何地发射 以及他们的预期速度和轨迹的试验 而实际攻击中这些详细信息是绝对不可能预先知道的 另外有专家接受采访时表示 美军的陆基中段反导防御系统目前拦截导弹50%的成功率 都是在试验中取得的 作战环境无法与实战相比 这是因为实战条件下作战环境更加复杂 因此这样的陆基中段防御系统遭受外界质疑也不足为奇 好 今天相关的话题 我们请到了著名的军事专家杜文龙老师 为您军情揭码 一起来欢迎杜先生 多长好 你好 来 走动 好 多长说 我们看到这次的美国方面 他从马上尔寻找打了一枚弹 然后从加州进行了拦截 虽然这次拦截成功了 我们看到媒体还是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这次拦截美国人很高兴 但是很多人质疑 俄罗斯普京总统曾经讲过一句话 说这次导弹拦截能够成功的理由只有一个 不是俄罗斯发射了弹的导弹 我发射你拦不住 他讲的是说 你和实战相比有很大的差距 你即使这次成功了 你首先它是个单枚导弹拦截 如果美俄之间爆发大战 俄罗斯大概不只用一个导弹去调戏美国人 如果有的话 肯定是把能打的导弹却打出去 五十一百甚至三百六百个核弹头 你这样到底拦哪个 你拦住了一半 另外一半在美国人土上也能够形成灾弹性的后果 所以这点跟实战的攻击方式完全不一样 第二 这次拦截跟真正的洲际弹道导弹攻击 你从射程飞行的弹道以及它的拦截方式来看 也有很大的差别 你毕竟是模拟 模拟就是说它永远不可能达到实战标准 你尽管可以像洲际弹道导弹这样飞行 但是它是美国的导弹 不是俄罗斯导弹 而且俄罗斯导弹到了中段以后 它不老实 它会按照预定设计的飞行轨迹进行弹道机动 就比如我们讲的弹头会跳舞 如果这样的话 有野生弹头 有涂料 你可能雷达发现不了 无论是天机的 包括远程雷达 半飞的真弹头 你可能没有办法区分出来 第二 这个弹头很有可能是诱饵 你拦着它没有用 所以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哪个是隐身哪个不隐身 像这些都是比较大的问号 再加上不规则的跳舞和机动 对于各种拦截能力来讲 它是一个具佳的考验 所以尽管是从模样上像洲际弹道导弹 但是毕竟不是洲际弹道导弹 所以现在很多人对这次拦截表示出质疑 实战有多大的能力 拦截成功率有多大的水分 大概都是所有人提出质疑的基本原因 日前美军首次试验拦截洲际导弹成功 这种陆基中段反导系统到底有何特性 为何美军称其好比子弹打子弹 军情解码 敬请继续关注 不管外界如何质疑 这次洲际导弹拦截试验成功后 美军自身还是非常满意 他们不仅认为这次拦截试验表明了 美国有可靠的手段对付外来的威胁 而且认为这次实验的复杂程度前所未有 美军方面把这次拦截描绘成是 一颗子弹撞击另一颗子弹 声称拦截弹道导弹 尤其是洲际导弹 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动用陆基海基空机设备 探测 发现 跟踪 锁定目标 然后实施拦截 这个难度无异于是用一颗子弹 在大气层外寻找另外一颗子弹 并且直接撞击将其追回 美军的陆基中段反导防御系统 无疑就是这样一个极为庞大又精密的网络 那么到底什么是中段反导 美军口中的子弹打子弹式的拦截 又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 所谓陆基中段反导防御系统指的 是在陆地上发射拦截导弹 在对方导弹的飞行中段 也就是当其处于外太空飞行阶段时 就将其拦截并摧毁 一般来说 导弹飞行分为三个阶段 发射后在大气层内飞行的上升段 在大气层外向目标区域飞行的中段 到达目标区域上空附近 重返大气层直至命中目标的末端 对于首次试验拦截洲际导弹 美国导弹防御局5月30日发表声明说 美军当天从位于太平洋马少尔群岛 夸甲林环礁的里根试验场 发射了一枚模拟洲际弹道导弹 在分析计算海基X波段雷达 以及其他传感器监测跟踪数据后 从加利福尼亚州泛登堡空军基地 发射了一枚拦截导弹 拦截导弹在大气层外 也就是来袭导弹还处在飞行中段时 就释放出了杀伤飞行器 通过直接撞击的方式 摧毁了这枚模拟洲际弹道导弹 对此有美国专家称 这次测试难度极大 而这个直接撞击 也好比是一颗子弹 撞击另一颗子弹 甚至比子弹打子弹难度还要高 因为导弹中段拦截需要在大气层外进行 而如果导弹能够在大气层外飞行 其速度至少要达到20马赫 也就是每秒钟飞行七八公里 这个和一般的枪弹相比 等于快了十倍的速度 在这种相对速度情况下 还要精确地对准对方中央 保证子弹打子弹的准确撞击 难度颇高 美国在海湾战争期间 有过爱国者导弹 成功拦截飞毛腿导弹的战力 美国也进行过中程弹道导弹拦截试验 但是这两种战术性导弹和战役性导弹 相对洲际弹道导弹的飞行速度而言 都是慢速导弹 就洲际弹道导弹来讲 其载入大气层的速度高达20马赫左右 这个速度运用传统办法是难以捕获与拦截的 有观点认为 美国这次能够成功拦截洲际弹道导弹 说明对高速飞行捕获和拦截技术有了一定的突破 好 多少是很多朋友也很想知道 这种拦截洲际弹道导弹的方式 所谓头对头的这种相状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美国的拦截都叫子弹打子弹 我想名称大概有两个含义 第一是打得特别准 第二是打得特别狠 这两个含义应该是打子弹的一个基本的含义 如果准这个角度去看 你看它现在的战斗部上面没有炸药 不容想象炸药一爆炸 然后碎片可以把它摧毁掉 无论哪个碎片撞上都算成功 它的拦截叫EKV或者叫KKV 它上面没有一克炸药 完全是通过动能撞击来摧毁目标 这样它的精度的要求非常高 如果有个18公分或者是1米左右的偏差 有可能擦肩而过 错过了 错过了 因为两个导弹飞行 比如按照洲际模拟弹和拦截弹 相对速度30到40马赫 这个速度太快了 还有可能失之毫厘 没有十千里 根本就没有办法形成这种撞击 所以精度 包括控制精度 导弹的飞行精度 以及KKV战斗部 在飞行过程中调姿 调角度 这个非常关键 所以这种拦截效果 甚至比打子弹还要难 子弹出弹速度多少 1000米每秒 这算高的 如果按照现在几十马赫的速度遭遇 这相当于将近五六倍子弹飞行的速度遭遇 那么这比打子弹难度可能还要高一点 精度上要求可能更加迫切 第二 打得更狠 你就可以被微撞击 是动动撞击 没有炸药 但是它的杀伤方式跟炸药爆破相比 要更加彻底 以前用炸药 包括俄罗斯在冷战期间研制共轨攻击 同一轨道上用300公里炸药 崩一炸 就打鸟一样 但是它只能够破坏导弹的飞行轨迹 就是打偏了 但是我还能打 这叫所谓的任务破坏 现在叫导弹破坏 是两个概念 任务破坏和导弹破坏相比 KFV更加彻底 如果通过最大的动能撞击 无论你装的核装药 还有化学武器什么样 全部碎毁 让你在空中就爆掉了 对 它非常高的高度上对地面没有附加的损失效果 你如果把它打坏了 打伤了 它一拳一拐就又来了 然后在地上 就没打着 这个城市打着B城市了 这样你对这造成的效果依然会庞大 如果核弹头或者生化弹头 那么它的污染面积 包括杀伤破坏范围非常大 这个点有可能免于导弹的攻击 但另一个点无法避免 但是对于俄罗斯讲 我只要打到美国本土 就算打到了 这一点可能有比较大的区别 美军称 拦截洲际导弹试验成功 而美军部署在韩国 号称能同时在大气层内外 拦截导弹的萨德反导系统 与这次的拦截洲际导弹的陆基中段反导系统 是否是同一种武器 军情解码 敬请关注 对于这次美国陆基中段反导防御系统 完成的洲际导弹拦截 不禁让人联想起美国的另外一款导弹防御系统 那就是萨德 萨德我们很熟悉 它的全名是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 是陆基高空远程反导系统 它的特点是射程远 防护区域大 据说萨德的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 覆盖半径达200公里范围 更加特别的是 萨德不仅在射程和覆盖面积上性能突出 它的拦截高度和摧毁概率也不可小觑 资料显示 萨德的拦截高度可以超出大气层达到150公里 换句话说 萨德是一款不仅打得远 而且打得高的导弹 它的拦截高度之高 让它号称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在大气层内外 拦截弹导弹的陆基反导系统 刚才我们已经了解了 这次洲际导弹的拦截是在来袭导弹中段飞行 在外层空间也就是大气层外时进行的 美国自称唯一一款能在大气层内外拦截导弹的萨德 和这次拦截洲际导弹的陆基中段反导系统 是同一款武器吗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一起来具体的了解 与刚刚完成了洲际导弹拦截试验的陆基中段反导防御系统不同 萨德的全称是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 正如其名 尽管萨德也能拦截大气层外处于飞行中段的中进程导弹 但主要目标是针对已经进入大气层后 在末段飞行的远程和洲际导弹 而且萨德拦截的主要是战区导弹 即针对美国本土之外的区域 萨德系统是目前美军陆军最依赖的一种导弹防御系统之一 主要是针对高空导弹进行拦截 采用卫星 红外 雷达三位一体的综合预警方式 该系统由拦截弹 车载发射架 地面雷达 以及战斗管理与指挥 控制 通信 情报等系统组成 萨德系统的导弹射程远 防护区域大 萨德的射程达到300公里 可防御半径达200公里的区域 另外 除了射程能够达到300公里之外 萨德拦截高度为40到180公里 也就是大气层的高度和外大气层的低层 而这个拦截高度区间 正好是射程3500公里以上的远程和洲际导弹的飞行末段 以及射程3500公里以下的中进程导弹的飞行中段 故 萨德才能号称当今世界上唯一能在大气层内外拦截弹道导弹的陆基反导系统 曾有专家指出 40至180公里的这个拦截区间 为萨德提供了十十多次拦截的充足反应时间和作战空间 因此 萨德被设计为射击评估再射击的作战方式 具有二次拦截和二次毁伤评定的能力 还可为爱国者等低层莫段拦截系统提供目标指示信息 好 最近一段时间 萨德简直听到耳朵起简子了 萨德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导拦截系统 和我们前面提到的洲际弹的导弹的拦截系统是同一回事吗 这次试验的陆基中段的GBI导弹跟萨德相比 能力射程包括拦截目标的种类要多得多 要强得多 严格的说 萨德只是个小弟 从射程包括拦截目标的速度来看 它跟目前所试射的GBI导弹基本上不能够同人语 萨德拦截半径200公里 射高是150公里 就在大气层内和大气层外同时拦截 但是大气层内这是百分之百 大气层外只是有一个非常低的高度 刚刚出了大气层这点它能够够到 按照150公里的射程 这样它对低轨道大概能够构成一定的威胁 也就是说它对大气层外低轨道目标的拦截 那是一个非常勉强或者很勉强的这样一种性能 它现在的GBI导弹它完全在大气层外拦截 按照美国人现在公布的数据 它的拦截高度最低500公里或者400公里 最高可以打到1200公里甚至是2000公里 这样它对洲际弹的导弹最高点可以进行拦截 那么它跟现在萨德的射程 包括拦截的高度相比有重大的区别 也就是说萨德是把小伞特小 能够防征脑关点 它这个伞特别大 它竟然可以把半个身子全部防得住 如果是这种狂风暴雨的打击能力 所以这一点应该是两种武器装备从射程范围毁伤方式方面最大的区别 另外从目前拦截目标的性能来看也有区别 你看如果在高点 弹道导弹它的速度非常快 如果是这样的话 萨德很有可能比较像雷达以及毁伤能力 没有办法对这么快的导弹性拦截 其实跑得慢我可以打得到 但是如果这只兔子跑得特别快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及时的捕捉目标 连续的给目标定位 甚至最终为我的导弹设定一个非常准确的拦截点 因为这些方面对我比较大的区别 所以萨德最近名声的确比较大 但能力跟这个导弹相比的确一点都不大 美军号称 唯一能同时在大气层内外拦截导弹的萨德系统 其反导覆盖范围到底有多大 军情解码 其实这个让美国陆军依赖的号称 唯一一款能同时在大气层内外拦截导弹的 末段导弹防御系统萨德 最早是1989年提出研制计划的 随后开始了一系列验证试验 在2000年的时候 它转入了工程研制阶段 2008年的时候 首批萨德系统正式装备美国陆军 在那之后 萨德和爱国者导弹系统构成了美国陆军的高低搭配反导体系 一套萨德系统通常由指挥车 普控雷达 六部八连桩的发射装置和48枚拦截弹组成 这些拦截弹长6.17米 最大弹径是0.37米 起飞重量900公斤 最大速度达到2500米每秒 那么除了前面提到的萨德能在大气层内外拦截导弹之外 它还有哪些特点呢 萨德系统是美国的一种导弹防御系统 这种导弹系统现在隶属于美国陆军 其技术起点高 是美军唯一一款能在大气层内和大气层外拦截弹道导弹的防御系统 关于萨德到底有怎样的性能 2016年解放军报刊登的一篇 题为解码萨德的文章 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晰的了解萨德 文章称 所谓的萨德 全称为末段高空区域防空系统 与爱国者导弹系统构成了 美国陆军的高低搭配的反导体系 一套萨德系统通常有指挥车 火控雷达 六部八连装发射装置和48枚拦截弹组成 其中萨德系统的拦截弹长6.17米 最大弹径0.37米 起飞重量900公斤 最大速度可以达到2500米每秒 由助推器 动能拦截器 及整流罩组成 动能拦截器 由滋控 轨控 发动机组合提供直接控制力 采用侧窗探测红外凝视成像寻地墨制导 能够识别 锁定 并直接碰撞摧毁弹道导弹弹头 另外 萨德拦截弹的射程远 防护区域大 也是一个重要的特点 萨德的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 防御半径为200公里的区域 而爱国者2和爱国者3导弹的射程仅分别为15公里和30公里 相比萨德的性能 爱国者在美军眼中被归为点防御系统 萨德则被称为面防御系统 主要用于保护较大的战略性地区和目标 这一特点很受一些领土面积不大的国家青睐 因为数套萨德即可将其全境覆盖 说到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作用 美国军方声称 四套萨德加上七套爱国者系统 即可覆盖防御韩国全境 看到这儿 杜老师可能我们会有一个问题 你看美国它这个反导系统 等于说现在样态比较多了 对吧 那么你既然有这种所谓的GBI 这种拦截方式 为什么还要萨德 萨德已经刚才您说了 是脑瓜顶上一个小伞 为什么还要留着它 它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 因为美国人对弹道导弹拦截 它叫多段多层 不是靠一种武器装备拦截 因为弹道导弹如果在飞行过程中 要想靠一种装备 在同一个时刻打掉它南上加南 比如从俄罗斯1万公里之外 对美国军头进行攻击 这将近1万多公里 按照它的飞行速度和打击方式 28分钟落地 也就是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谁能确保用自己的枪 就把鸟打下来 谁也没有充足的信心 所以美国设计了多段 比如初段 我用机关武器 用无人机 用导弹攻击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幻想 你跑西伯利亚早上打掉 好多回来 在中段 它为了提高自己的防御能力 它设了两种武器 第一种就是我们熟悉的 耳朵能够听大的 叫宙斯顿加标3 这是海基的一个中段 从海上就打 那么如果海上打不到 还有第二次拦截机会 就是美国本土的陆基级别导弹 对它进行拦截 那就是末端 对 中段 中段双保险 海基的周斯顿加上陆基的级别 如果这两个都没打着 或者是它没有完全摧毁 还有一部分弹头对美国本土攻击 那么现在还有两种武器提供防护 第一种就是我们提了萨德 它可以在150公里的高度 对目标进行拦截 然后下一本 再落网以后 由爱国者3导弹拦截截 这样我们去统计 目前投入实战部署的大概有四种武器可以对目标进行拦截 如果打一个目标 第一个没打着 第二个没打着 第三第四 大概肯定能打着 如果多个导弹攻击 比如说你中段拦住了两个 然后末弹再拦住了两个 最后能够落到本土的弹台导弹数量可以降到最低 所以这两种武器首先是配合关系 它不是相互取代 陆基中弹打第一次 然后算得打第二次 这样说火力射程 火上方式上它有一个相互的补充关系 第二 从这种武器装备我们去分析 它发射方式不一样 你看GBA导弹 我们看发射一种从井里出来了 它是固定部署 目前在加勒弗尼亚 包括阿拉斯加有44个洞 每个洞里有一个带 所以它是固定部署 类似于我们熟悉的像冰冰3 像以前俄罗斯洲际弹的导弹 就是固定地点 固定发射 然后掩护固定的一些区域 这一点跟萨德没有办法比 萨德坐着卡车到处跑 什么地方需要 我就可以在什么地方站在阵地 如果对方已经发射导弹 我离发射阵位有距离 我可以通过指挥所 包括信息的传递 我到最适合的位置 对目标进行拦截 所以它的大伞小伞 这个伞是会动 那个伞不会动 尽管它很大 这一点也有萨德的一些优势 另外GBA导弹在拦截过程中 我们刚才说了13年 400亿 但是拦截概率是53% 这样美国对本土的防御 也感到高度不放心 那么这一点也是美国人 发展其他武器装本的一个理由 萨德进行试验之后 成功率100% 在美国陆军包括其他军兵种 对弹道导弹的拦截成绩当中 它最好是买份 但那个只得了53份 还不及格 所以从整个考试成绩来看 我必须把成绩好的和成绩好的 放在一起拦截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 让自己的拦截效果达到极致 所以这极致的导弹目前在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体系中 就要缺一不可 所以这一点应该是美国把多层防御系统 依次实验 然后分别列装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媒体上与萨德同样有名的美国爱国者反导系统又有何特点 爱国者与萨德相比又有何特性 军情解码 敬请 除了萨德之外 还有一种善于拦截导弹的系统 我们也经常在媒体上见到它的名字 那就是爱国者反导系统 我们知道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当中 爱国者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成功的拦截了多枚伊拉克发射的飞毛腿导弹 在那之后 爱国者广为人知成为美国的代表性武器之一 很多国家曾经从美国买过爱国者反导系统 其中包括我们的近邻日本 而在去年的11月27号 日本媒体引述政府相关人士的话称 日本政府正在研究编制2016年度第三次补充预算案 开始就导弹防御相关经费展开协调 该经费包括用于提高地对空拦截导弹 爱国者三性能的改进费用 共计是1056亿日元 约合64.6亿元的人民币 那么为什么日本方面突然要升起它的爱国者 爱国者和萨德和这次美国拦截洲际弹道导弹的反导系统 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短片详细的分析了解 2016年11月 日本突然传出消息 希望花大价钱升级已有的爱国者三反导系统 有消息指出 日方希望扩大爱国者三反导系统的防御范围 并提升拦截精准度 以便拦截弹道导弹 这也是日本十年来最重大的一次反导系统升级行动 报道称 目前日本部署的爱国者三导弹射程约15至20公里 据消息人士透露 升级后的爱国者三导弹射程将提高一倍 达到30至40公里 日本预计 从2017年开始进行爱国者三反导系统的分段改进工作 目前 日本反导体系的构成是在美国统一设计大框架下 结合日本地缘政治环境 战场环境 技术实力和经济支持能力等基本面资源专门组建的 其特点是空天第三段预警 大气层内外高低两层拦截 按照日本以前的设想 部署在宙斯盾驱逐舰上的标准三导弹 是第一道拦截手段 如果标准三一旦失守 就只能依靠陆地的爱国者三反导系统进行最后的拦截 而爱国者三导弹射高有限 目前仅为15至20公里左右 与标准三的射程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空白 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多老师这段请您帮我们来讲一讲爱国者 爱国者之前也是名声大噪 但是爱国者和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陆基中段的拦截系统 以及萨德相比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如果跟刚才GBI导弹 包括宙斯盾系统以及萨德相比 爱国者是最小的一把伞 所以美国搞了很多雨伞去遮风挡雨 挡着对方导弹工具的战雨 但是它的拦截高度包括拦截效果应该是最小的 所以它叫末段的低层防御 最后一道防线 如果拦不住 那就爱怎么着怎么着了 它是这种想法 从目前看爱国者导弹 它使用的这种周期比较长 也是美国人最先成熟部署的一种导弹 以前叫爱国者二 现在爱国者三 现在明显 它的弹径包括其他发射方式 跟以前相比有比较大的提高 目前的拦截高度 包括对目标的杀伤方式也有变化 所以这种导弹目前拦截高度 大概在40公里左右 拦截范围大概在30到40公里左右 只有一个小圈 非常小 但是它可以多点部署 你想日本一下弄了很多 在不同的地方把大散小散子放在一起 然后把所有的地面目标全部进行防护 它跟之前导弹的特点相比 它跟萨德的机动方式一样 它可以坐着飞机坐着卡车到处跑 所以你看萨德它可以坐着飞机 包括C17运输机在世界各个地域 形成所谓的占据导弹部署方式 爱国者三导弹更是这样 美国爱国者三导弹不光是自己机动部署 还要卖 你看欧洲也卖 然后日本也卖 其他国家也卖了不少 这把伞它可以出售 它的技术水平应该说跟其他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相比 应该是最低端 可以被出售 就证明它和美国的核心技术大概距离会越来越远 所以尽管名号大 但是它在连接洲际弹道导弹方面没有太好的作为 它是一个补充的作用 如果真有漏网的 或者真到了我小伞下面 我就拦一下 如果够不着只能旺弹星炭 这点对它来讲大概是存在着很多不足 最大的方式就是快速机动部署 然后多个地区展开 它的成本跟之前我们说过的像GBI 另外还有萨德相比也要低得多 所以便于大量生产 便于大量部署 如果美人都有一把小伞 那个核心目标 助防目标 有可能也会更加安全 美军称 拦截洲际弹道导弹成功 依靠的是一种神秘的雷达 这款被美军列为高度机密的雷达 究竟有何特性 为何近年来 这种雷达悄悄地出现在中国周边 军情解码 敬请关注 在美军进行了5月30号 这次拦截洲际弹道导弹测试之后 美军透露 辅助拦截导弹的相关设备 其中有一种雷达 据称正是它提供的数据 帮助导弹成功地实施了拦截 这款雷达就是X波段雷达 根据美军的描述 当时的情况是 在马绍尔寻导的模拟洲际导弹发射之后 美军位于夏威夷的海基X波段雷达 以及其他传感器 监测跟踪数据后 从加利福尼亚的半登堡空军基地 发射了一枚拦截导弹 将这枚模拟的洲际导弹拦截了 辅助这次洲际导弹拦截的X波段雷达 号称是当今世界上最大功能最强的雷达 美军方虽然称 它的探测距离是500公里 但是由于雷达探测距离和目标的 雷达截面积密切相关 所以这一枚雷达对于洲际导弹的探测距离 应该在2000公里以上 可谓探测距离非常远 近些年 美国开始向海外部署这种高性能雷达 我们所熟悉的萨登反导系统 也是采用同款的X波段雷达 作为它的眼睛 而近些年 美军也想尽办法 把能看得如此之远的X波段雷达 部署在海外军事基地 比如说日本 目前日本旁边有两个X波段雷达 已经完成了 X波段雷达 由于探测距离远 能力不可小缺 近年来 美国更是想方设法地 将这只千里眼部署到更加前沿的位置 据媒体报道 美国国防部早在2012年就提出 将以美日韩和美澳日两个三边同盟为基础构建亚太反导系统 特别是将在美国的盟国及海外基地部署更加先进的拦截器和雷达系统 日本2014年10月21日 接受了美军在京都府京甲分屯基地部署可精密追踪弹道导弹的美军X波段雷达 美日称 达成协议是因为双方认为有必要共同应对针对美国关岛和夏威夷的弹道导弹威胁 事实上 这已经是美军在日本部署的第二座X波段雷达 第一座已经于2006年部署在日本青森县的航空自卫队基地 伴随X波段雷达的部署 日本国土交通省 已从2014年11月1日起 在通信所周边划定了飞行限制空域 限制空域以通信所为中心 呈半径6公里高6公里的半圆柱范围 大部分在日本海上空 有专家认为 这样的部署更利于日本日后监控中国俄罗斯等 好 刚才短片当中提到了一个名词叫所谓X波段雷达 这是一类什么样的雷达 为什么这类雷达现在更多的出现在中国的周边 X波段雷达它不是一种雷达 也不是一部雷达 它是工作在X波段波长的雷达 一类 对 一类 我们看很多 比如说SAT系统 它有一个方向的X波段雷达 用个卡车拉着可以机动部署 可以机动侦察 机动展开 另外美国还把钻级平台弄了个球 那个也是X波段雷达 叫海基X波段雷达 另外我们这就是什么北美防空 另外还有什么普鲁州 它也是不工作这个波段 因为波段雷达跟其他的P波段 包括L波段相比 它的波长特别短 波长短就意味着我对目标的分辨率 包括连续跟踪能力 会比其他的精度要高 最按照美国的说法 比如铺路转雷达 它可以在6000公里上看篮球太小的目标 有可能有点夸张 美国说海基雷达 我可以3000公里上看棒球目标 更小 就说明它对目标的这种跟踪能力 和连续的探测能力 比其他的导弹要强得多 因为美国的反导系统 我必须跟雷达形成一种配合关系 因为我要是拦截 又不是瞎打 我知道它在哪 然后知道下一点在哪 这是我设定拦截点最核心的一个基本模式 你看我们打枪 比如运动把你往前瞄 要不然你打不着 它没有形成遭遇 所以它可以通过精确的计算 预判出导弹下一个点往哪飞 这就是X波段雷达在防空反导作战中 不可替代的一个重要原因 像这样的X波段雷达部署在中国的周边 它对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威胁 它的探测距离到底有多远 这很有可能对我们纵身内的这种各种发射活动 包括军事活动产生单线透明 其实我们可能看不到它 但是它可以看到我们 你任何一次导弹发射 包括航天发射 它都可以知道 而且记录你的飞行轨迹 如果这样的话 在战时 它就能够为自己的武器系统执意目标 因为这种武器装备 它探测距离特别远 你为什么老提到X波段雷达 对于整个区域的战略平衡构成影响 因为这种雷达 它波速很短 但是它关键很集中 它不是像其他一看也看不到了 波速集中就意味着能量集中 能量集中就意味着 我能够在更远的距离上看到弹道导弹 你像萨泽雷达 本来个头也不大 放箱子拉出炮 也跟一座楼一样的这种雷达相比 它功率要小得多 但至少能够看到2000到2700公里之外的弹道导弹 你跟一般的雷达相比 那么这个特点没有办法弥补 如果做成那种球样的 像美国大功率的雷达在海上一坨钻机兵台到处跑 功率更大 按照美国的说法 它可以看6000 甚至可以看到8000 比如说在好的环境中 这样它的波速能量 包括对目标的跟踪距离 可以达到极致 所以这种武器装备 如果跟现在的防空繁导武器装备配合在一起 等于把眼睛和拳头进行了高效的结合 我看到即打到 这就是美国弹道导弹防御体系 跟其他国家在射程威力 以及预警方式方面的一个重要区别 好 谢谢杜先生的分析 其实这一节我们主要围绕的是 洲际弹道导弹的拦截 展开今天的题目 那么到底什么是洲际弹道导弹拦截 它有什么样的优势 人类为什么要研究这种技术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咖讲舞 我们请杜文龙先生继续为您解读 大家好 我是杜文龙 欢迎进入大咖讲舞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叫什么叫洲际弹道导弹 美国人在30号进行了洲际弹道 by h danke — 韦弹道导弹道导弹 抱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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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